閃閃的好像是 高版本 出了 哈囉大家好 我們這次最 今天呢 我們要來拍這個 這是剛剛拿到的那個 奇數桌墊啊 看我手上這一疊 大家很好奇是什麼吧 這是我們今年從年初到年末 所有的擴充包 我每個都去外各留了兩包起來啊 說在年底的時候一次開給大家看 看看我這樣子留了兩包 會種什麼好料的 每個都各兩包 從我們的珠子 然後到三連銀報 碟旋跟冰雪險境 然後再來吃這個 非常搶手的151 暗炎支配者 然後雞狂駭浪 還有再來就是最近出的古代跑銷 跟三隻寶貓 兩包 好不好 那我們事不宜遲 馬上來開包 Go OK GO 馬上來開始開包 我們擺這樣一整排 看起來非常壯觀 從珠子一路到我們的三色寶藏 到這邊 已經開了幾蛋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四 這一年總共出了11盒的擴充盒 非常的多 裡面都是全新的EX卡牌啊 有蠻多可以主宰戰場的卡牌啊 我們就從珠開始好不好 我們慢慢回顧下來 珠EX GO 珠EX是我們的顧勒盾 當初裡面有什麼東西 我有點忘記了 巢穴球嗎 唉唷 有一張閃的喔 阿魯拉斯 孵斬將軍 喔 很有手冊啊 不行啊 手冊呢 還可以把盆營那個 支援者 抓回來 好了 那我們這就放旁邊 來下一包 來吧 哇 看來沒什麼料喔 沒有 沒有 豬的時代就將結束了 各位 接下來我們直接進入紫的時代 紫EX 啟動 紫EX有沒有什麼好料的 唉唷 這個閃 這個閃是 什麼東西 好像是有點東西喔 全圖派怕 哇 有張全圖派怕 不錯耶 還有一張電器發生器 竟然可以開到全圖人物啊 非常的 我只能說非常的 優秀 來啦 這一包全圖派怕 下一包 是否可以 全圖的 蜜勒盾呢 有沒有機會 白期待 還行啊 我覺得全圖派怕 至少現在 還說是實用的一個角色 接下來馬上進入我們三連音爆 三連音爆是我們的這個 星夜喵 潤水鴨跟 呆火2 的 的時代啊 三隻可愛的寶可夢 進化後 雖然都長得 不怎麼可愛 打開就看到我們的星夜喵 有點可愛 看起來是這張EX 是不是呢 沒錯 狼人 中顏狼人 我們把可以拿來 撐上場面的東西 放封面 繼續我們的三連 哇 剛剛開 那個星夜喵 現在是潤水鴨 一人出來一隻 還不錯 欸每次第二包都是 五張補卡欸 為什麼 這麼神奇的嗎 嗯 好像有點沒地方放了 先放這邊啦 馬上進入我們碟旋暴擊 碟旋暴擊秘有什麼 你們知道嗎 奇數 沒錯 奇數啊 那一張不管是SR卡還是SAR卡的奇數 都是貴貴的奇數 可不可以開到 剛剛都開到一張派怕 這出一張奇數 欸 AR 各位 AR 一家屬 一家屬之前開到過了 那也還行吧 一家屬AR 來 繼續 我們碟旋暴擊 奇數 奇數就看這一包了 還真的是奇數 說真的 說奇數來奇數 可惜他是 浮卡奇數 好不好 也還行啦 浮卡奇數 現在一張也是要個100塊吧 對 二塊我們現在桌墊就是這個奇數 我們看 我們現在後面還有一個奇數的機會 大家不要提 進入這個冰雪險境 冰雪險境的時代 哇這張是什麼 這張感覺是一般的SR卡 欸 幾幾龍 幾低溫 他的特性是非常好用的 給我們的這個 古箭包 古箭包做使用 不錯 來繼續 繼續我們的冰雪險境 大家看我看每日開包 應該也是開過過這些卡片 只是 年度回饋起來 感覺就是特別的不一樣 喔 兩幾樓 開到他一個進化鏈 只差我們一張 無限寶 來囉 151 寶可夢151 大家都非常想要我開寶可夢151 我這邊特別留了兩包 現在一無一真的是非常難賣喔 你看可不可以出了什麼東西 哇 這是什麼啊 魂香蝌蚪 唉唷 這個閃閃的好像是 高版本 出了 Punk 哇 Punk丁啊 還有一張這個 鴨嘴火獸 的球閃 雖然出高版本我是很開心啊 但是 胖可丁就有點微妙了 各位 你知道嗎 胖可丁 不知道該說什麼啊 說他好 也不錯 說他爛 也蠻爛的 沒關係 我們還有一個 還有個機會 再出一個 是不是 151 非常值得期待的蛋 這個也是閃閃的蛋 感覺是浮閃啊 我只能說就是 還行啊 不知道我開出了你看 害怕全圖 然後 然後 SR的 胖可丁 還有一個 一家屬 的AR 來囉 151過去 緊接著 暗炎支配者 暗炎支配者 來了 給我們的太景 二噴 非常的帥 好不好 來 螳螂 螳螂 繼續 太驚二噴 SAR那張也是非常帥 可不可以開到嗎 瞄眼 這個是 EX 瘋女王 瘋女王啊 蠻瘋的喔 瘋女王 放旁邊 來囉 雞狂駭浪 雞狂駭浪 雞狂駭浪裡面有什麼 可不可以知道嗎 有我們的 姐姐 羊傘姐姐 沒錯 當初 我好像也是開到了蠻 喔 是啦 我當初是看到這個 立架的招帶 151的 來看看這個姐姐可不可以出來 回應我們的期待吧 姐姐 胡大套 姐姐上位反應 來了 楊三姐姐 每日開包我開到那個卡普明明的 SAR 也是不錯 交替 不知道要跟誰交換啊 交替 哇 非常快耶 我們馬上已經要進入未來神功了 我是一個古代咆哮算先吧 先古代咆哮好了 好不好 先進入古代咆哮 我們有轟明月 SAR 問卷調查 這一張是什麼 爬第一次的AR 很帥喔 爬第一次 爬第一次的AR 帥帥的 我們又開出了一張AR 我本人是非常喜歡收集AR的 所以開到我是非常開心 這張我好像還沒有 這裡面的那個什麼 莫魯貝克的AR我也蠻喜歡的 希望可以開到 這張什麼 EX嗎 4 巨甲舞者 長得跟蟑螂一樣 啊不是 巨甲舞者 EX 來囉 接下來就到我們的未來閃光 野舞者 一盒 這樣子一路開一下也是滿滿的回憶啊 從年初就開始開寶可夢卡牌 一路開到了現在的閃色寶藏 來 博士的劇本 還記不記得我們開到一張博士的劇本的圈圖 另外一盒我記得開到千里吧 是不是 藍色 啊不是 未來 講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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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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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離譜啊 好啦 接下來就輪到我們這個 閃色寶藏 最近才出的 我們大獎 就靠他了 裡面也是有我們的 之前想要的都有 橫火龍有 奇數也有 該有的都有 非常厚的一點 大家看一下 偷瞄一下好不好 米...米...米...米利龍 米利龍喔 嗯... 米利龍還是寶力龍 米利龍的... S 行吧 我覺得有看到S就不錯 因為畢竟 畢竟裡面一個 也只有三張 三包有 三包算多嗎 好像也蠻多的 十分之三的機率 我自己覺得蠻多的 比三分之一多一點點啊 第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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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料 啊... 水母 這張之前是出現在那個 那個叫什麼的啊 那個... 那個禮盒啊 那個禮盒裡面的 忘記也叫什麼名字了 好啦 水母啊 還行吧 我覺得今天這一整個開下來 我自己個人還滿滿意的喔 說實話 你看 我們開到了一張這個 太怕 太怕拳圖 至少是支援者拳圖 兩個高版本啊 還有一個胖可丁 雖然... 微妙微妙的 但是... 至少是高版本嘛 我們就不要強求太多 再來兩個AR 一家屬 一家屬AR 還有我們的 卡迪吃 卡迪吃AR 好不好 好啦 那今天我們的 還有這個啦 不要忘記他 他也算是小高版本 好啦 今天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這邊的影片 我們下一次的影片 我們下一次的影片 參觀一下 文字送上 我們下一次 然後就拍好了